我们平常所见到的车型都具有十分相似的基本特征 且不说都有一个车厢四个轮子 许多细节之处的设计都有相通之处 比如引擎盖上的折线设计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 几乎所有车型引擎盖上都有几条隆起的线条 那么它们因何而存在呢 首先这些设计能够为整车增贴一定的美感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些车型上只有两条折线 而有的车型就有四条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配合整车的外观而经过精心设计的 同样线条形状也是不尽相同 这都是设计师的心思 那么有人要问了 既然为了美观 那为什么不设计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呢 岂不是更美观 实际上美观仅仅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增强空气导流 汽车行驶过程中 迎面而来的空气会造成巨大阻力 对车身尤其是挡风玻璃造成冲击 这些隆起的线条一般是从中间部分延伸至车身两侧 这就能够引导空气向两侧流动 从而减小阻力 并且降低油耗 实际上 这种设计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增强引擎盖的刚性 一般车头发生碰撞 收力最大的往往是引擎盖 这种折线设计可以使得在发生碰撞时 降低引擎盖的变形程度 别看是小小的线条设计 这里面可蕴含了不少学问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设计师的巧妙心思 看似不欠眼的设计却隐藏着如此大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